三 二 一 出發 天海沒亮 總統府前廣場 卻是幾個滿滿人潮 2017台北渣打公益馬拉松 十二號正式開跑 儘管在寒流來襲的清晨 依舊擋不住 將近三萬名跑者的熱情 甚至還有超強爸媽 帶著自己只有一歲多的兒子 一起來征服十公里賽道 媽媽本身也喜歡跑步 今年那麼冷都來了 今年哪會 所以今年一定要來 累了就坐在推車上面了 小朋友坐推車上面了 對啊 推著車車跑 這不只是全台人數最多的馬拉松 也是最暖心的一個 在訓練過的陪跑員熱心陪伴下 多達兩百位市場跑者 有機會跑上街頭 勇敢的挑戰自我 成為賽道上最美的風景 想說鼓勵市場朋友 多多走出戶外 跟我們一起運動 我參加過五六次 只要是有機會 有機會 眼睛沒有看見 還有可以用腳來跑 是最開心的 但是今年是第一年 可以做一個陪跑員 所以中間其實挺緊張的 我想最難的地方是說 你要怎麼樣去告訴他 前方的一個方位 通過這樣的一個訓練之後 慢慢中間大家找到了默契 就可以跑出來 就可以跑得很順利 大步的踏出腳步 帶著開心的笑容 興奮揮手 跑者們不分你我 齊聚一堂 與渣打香港馬拉松同步開跑 港台兩地十萬人 一起用健康活力 開始新的一天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